腦筋 那其實就我的觀念 其實最重要只有一個就是 手術前兩個禮拜 手術後兩個禮拜不要去抽菸 因為它有可能會發生 傷口癒合比較不好 然後甚至我提到的乳孕或者是乳頭 有可能發生部分壞蛇的情況 這個所以 我會嚴格要求的只有一個就是 手術前後不要抽菸 那其他 需不需要打營養針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倒是不必 其實只要手術後 你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補充養分 吃的比較營養一點 其實大部分 就我觀察我的客人他們 其實貴婦的狀況都是非常好的 倒是不用特別飲食的補充 就是正常吃就好了 另外就是如果想要做手術的客人 我覺得 基本上最重要還是要找 比較專業比較合格的醫生 因為他們 其實在手術上的訓練會很重要 那手術上的訓練 會影響到的是什麼 就比如說你的皮膚 或者是你的脂肪 留的夠不夠多 會不會造成一些壞食的情況 然後會不會造成比較嚴重的出血 然後會不會造成乳暈跟乳頭壞食 其實這個都是有可能產生的併發症 但如果我們找的是比較專業合格的 個整型外科醫生的話 其實就可以避免這種併發症的產生 然後會不會造成的 我們會不會造成的 我們會不會造成的